春风少年鼓团以震撼的打鼓表演 宣告为期两天的110年度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生涯探索号计划全国联系会议 兼正式在宜兰春雀温泉国际酒店展开 副县长林建荣也代表县长林子妙 欢迎各县市的伙伴参与 我们这一次的举办 也是因为我们青年发展署 对我们这一项的努力稍有成果 来交付给我们这个任务 我们感到很荣幸 但是也成皇成孔 因为是全国首创 成孔各位长官的指导 我们今天能够顺利的举办 我们开场表演的春风少年鼓团 旧式参与这个计划的青少年所组成 他们每个礼拜三都在我们宜兰市 一个很出名私人经营的物园文化园区 练习打鼓 用这个打鼓来辅导 作为辅导的策略 提出他们的自信心 跟未来的希望 同时在这个地方 我要代表我们林县长 我们县政府 感谢我们县内有很多的优良厂商 不仅提供了青少年直爱体验场所 跟这个专利的指导 并且在那个学习的过程中 来陪伴他们 来激发他们对生活的热情 这个都是因为各预党长商 还有店家提供设备 给我们的专利指导 特别感谢他们 为了积极辅导 国中毕业 卫生学 卫就业或是中理的青少年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 推动生涯探索号的计划 辅导15到18岁的青少年 做生涯的探索 以及指导的体验 这次特别委托了 宜兰县政府教育处 承办了生涯探索号计划 全国联系会议 邀请中央 以及全国各县市的业务 承办单位跟辅导员 将近120人来参与 希望透过经验分享 实地参访跟座谈交流 积极协助这些青少年的需求 生涯辅导的工作 确实是相当不容易 而且是很辛苦的一个工作 因为我们关怀的是 15岁到18岁 这个国中毕业 为升学 为就业的青少年朋友 我们在名称方面 做了改变我们改为 青少年生涯探索号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标签 来自各县市的伙伴们 到宜兰这边来学习观摩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也是在宜兰这边 刚才有特别提到 在推动的一个资源连结方面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 就是优良的店家 或是相关的一些资源 或甚至说学校网络连结 都做得非常的落实 所以也希望说 大家透过这两天的学习交流 来这边宜兰特别来观摩 青少年生涯探索号计划 在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 推动生涯探索号计划 今年把对象扩道到 高中录取 但没有注册入学的青少年 因此全国计划对象 也从原本的1600人 增加到2000多人 希望透过世系辅导 生涯探索跟职业体验 帮助每位青少年 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找到归属感跟成就感 而这次的全国联系会议 特别选在宜兰举办 就是希望把宜兰公司协力 生涯辅导的成功模式 分享出去 作为各县市的推动参考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道